今天给大家分享龙胆花的养货 这老花仪从网上淘的一个 也是给大家做开箱 仅限于给大家做一些个养护分享 不作为链接的推广 这是随机从网上抽取的商家 也不接受广告的充值 只是单纯为了给大家分享花的养护 花友们特别喜欢这种草本的一些花花 摆到自己的阳台 但是你要是养开花的东西 就得有光照 很多花肉没有光照 光羡慕人家 光学人家 那也不得行 好吧 抽包 一定要有光照的这个东西 满满的花包 多少钱 27块吧 价格不便宜 看看苗球如何吧 这个是从哪寄过来的 龙胆花它是比较坚强的一个花 一般在山崖上 在北方都可以实现地摘的东西 都会成片的生长 因为它的这个根 吃起来会很苦 它能作为一种药材 像这种收到的话就换盆 有的花耳会收到以后下面会有黄叶子 这属于运输过程当中焖的正常的黄 这种石器拿回来以后呢 可以换盆吗 可以换盆 可以换盆的 这个盆有点小了 换一个大约号的盆可以的 接下来呢 咱们底下放入一点点的底肥啊 我用的是花了多优质克力控制肥 撒上点就行 你像这种健康的根系换盆 这个是可以的 避免与根系的直接接触 再加一点土 埋土的时候就不要埋得太深了 就跟原来的这个土平面持平一下就行了 你像有一部分玩盆景的花友啊 他们要做提根 这个他们就可能埋得深 咱们养花啊 就是这么玩 有时候你要分清楚咱们是干嘛就行了 像这种状态是可以撕肥的 你看含苞待放是蓝花 非常的好看蓝色的花 20多块钱的苗芹 感觉就很一般了 别的没啥了 之后要给足光照 它是特别喜欢光照的 并不怎么怕冷 浇水的时候呢 这个东西耐旱能力是有 但是开花期间呢 它需要补充大量的水 你像咱们这样弄好以后啊 浇水就不怕了 可以多浇一点 基本上三五天就得浇一回了 别的没啥啊 是吧 这个养还是蛮好养的嘛 你只要是这个硬性设施 你给它做好了 把这个底子打好了 之后给足光照 你浇上水就行了 呼噜呼噜就一直开了 在玩老挖赛了 我觉得要是十几 要是在 十九块九的话 我就觉得就比较合适了 因为二十七块八 毕竟我觉得贵了七块八 打个分的话 苗晴还可以啊 苗晴的话是没这么大问题 下面的叶子黄 这个没办法 这是闷的黄 苗晴很棒 就是有点小贵 你们打分吧 一边关于龙胆花的一个分享和养护 分享给了大家 觉得不错 就点个赞 想看什么花贵的养护呢 都可以视频下方留言 要跟老花一去给大家做开箱 去给大家介绍这个花卉的品种 怎么养 老师老花一养发最软性 来啦 嗨 嘿嘿 嘿嘿